第188集 越堆越高,慢慢的这些怪异的飞虫静止下来,周围死一般静寂,偶尔可以听见眼壁里喷出的丝丝气流声。 赤明魔尊哈哈大笑着站起身来,对成小山一样的飞虫随着他的站起哗啦哗啦的滑到一边,没有一只飞虫能够逃脱,其生命完全被赤明魔尊吞噬了。 依赖这些飞虫的生命,赤明魔尊总算抵御住了魔镜的威力。 赤明魔尊抬手向下一压,一股无形的魔杀力向下沉去,只听琵琶乱响,飞虫纷纷碎裂,他仰手清晖。 一阵急风吹过,地上露出厚厚的一层蓝角梨,赤明魔尊一剑咧开嘴哈哈大笑,这一界的天才地宝他怎能放过? 在黑魔界,要想得到好东西,没有实力,那是妄想,最好的魔器魔宝几乎都是被几个大神魔占有。 将地上的蓝角梨收掉后,赤明魔尊心里疑惑,那个混蛋小子跑到哪里去了? 他又想了想,脸上露出邪恶的笑,不再才好,让我看看还有没有生命体。 可惜,这些小虫子太弱了,要是有修真者就好了,吞噬一个初级修真者,也比这些小虫子要补得多。 他一边胡思乱想,一边向猎系伸出走去。 李强思索了很久也不得要领,最后他想到了在幻神殿收到的两种神品,取出一颗圣石缆,他稍稍有些犹豫。 因为随着见识的增加,他知道很多真品异果的吃法是不同的,服用的方法不同,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 他现在也没有人可以去问,只好用最长的办法吃下去。 圣石缆外层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青珠丝形成的浸脂,李强现在的牙齿恐怕连合金钢铁都能嚼碎,这层薄薄的浸脂对他是没有用的。 咔的一声轻响,圣石缆碎裂开来,李强感觉嘴里就像含了无数只会动的小蚂蚁,在里面爬来爬去。 他明白,这是圣石缆所含有的灵气扩散开来,但是这种感觉很怪异,他使劲紧闭住双唇,生怕忍不住一口吐掉,那就太可惜了。 自从修炼了修神天剑章后,李强对自己体内产生的变化变得一无所知。 不像是修真的时候有原因帮助自己体察,而现在完全是一片混沌。 他在修炼的过程中,也就是从黑暗之心跨到平凡之心的境界时,体内曾经隐约显出一尊金色的人形,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 当时他并没有在意,进入平凡之心的喜悦,冲淡了一切。 沉浸在二玉天的平凡之心境界里,李强明显察觉出和以前的不同,他又一次发现了体内那尊金色的人形。 圣石缆里蕴含的天地灵气,像潮水般,像金色人形涌去。 李强猛然醒悟过来,这就是在《清帝的天见章》里提到过的金尊神心。 这是新的天见章里记录的内容,是他以前不知道的。 一旦凝结出金尊神心,他就踏入了三灭天的初步境界,即所谓的不死之心,也就是神之心境界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金尊神心从淡淡的虚影开始缓慢的凝结。 圣石缆不愧是神品,若不是有这种起宝,李强也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踏入三灭天的初步境界。 凭着他现有的神异力,还不足以凝结金尊神心,而这正是《修神天见章》的一道巨大的关口。 一旦突破,凭借着金尊神心,修神之路就会稳当许多。 金尊神心是很难凝结的,李强在功力不够的情况下,从平凡之心的境界里,强行进入不死之心的境界,其中的风险之大,他并不清楚。 他在练功上一直都是很糊涂的,和一步步修行上来的修真者不同,他几乎没有遇见过太大的难题,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。 这可以说是他最大的财富了。 他凭着麻木无知和圣石懒的神效,在强行踏入不死之心境界时,侥幸躲过了走火之危。 金色的人形虚影逐渐收缩。 李强在修炼了天剑章后,终于第一次可以内视体内的变化。 随着大量的神异力聚拢,金色虚影越缩越小。 李强发现金尊神心收拢的地方竟然是心脏不韦。 这,真是名副其实的神心了。 金色虚影结成一个鸡蛋大小的人形,不断地收缩胀大,犹如一颗跳动的心脏。 李强知道,金尊神心就要成形了。 这只是短暂的间隙,他趁着这个时候又飞快地扔进嘴里两颗圣石懒。 金尊神心一旦开始真正凝结,他是无法行动的,这个举动使他再次逃过一劫。 陡然间,李强全身犹如虚拖,跳动的金尊神心几乎吸干了他所有的神异力,他只觉得眼前发黑,浑身都僵硬起来。 惊恐之下,他猛地咬碎含在嘴里的一颗圣石懒。 这一次的感受又不一样,他仿佛是一个刚从沙漠里逃生的人,在干渴欲死之际一头扎进了清澈的泉水里,全部的身心似乎都舒展开来。 那种快乐和喜悦足以让人发狂。 金尊神心剧烈地震荡起来,李强从内饰看见无数的金色急速俱拢,金尊神心再一次缩小,缩到只有原来的一半大,显得更加凝练了。 突然之间,金尊神心膨胀开来,李强心惊之余咬碎了口中的第二颗圣石懒,他本能地觉得一定要压制住金尊神心的膨胀,不然自己的肉身就保不住了。 第一颗圣石懒的威力还没有完全发挥,第二颗又补充进来,即使是仙人也不敢一次吃上三颗圣石懒,李强不但吃了三颗,而且是连续不断地吃了三颗。 如果孤星和轩龙在的话,是绝对不会让他这样乱来的,不过,也正因为李强如此乱来,硬是凭着三颗圣石懒的神效,将金尊神心押回原来的地方。 他终于成功地踏进了三灭天的不死之心境界,这样的结果,可能连轻地也想不到。 李强有了金尊神心,就像是修真者有了原因。 他这才算真正踏入了修神的门槛,随着金尊神心的跳动,大量精纯的神异力散发出来。 李强舒服地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,他兴奋地发现,自己就像初次修真时那样,浑身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 他明白,自己已经有了质的飞跃,心里不禁充满了斗志和自信。 他睁开眼,发觉身上的玉天甲已经再次变化,由原来的银色变换成淡淡的蔚蓝色。 这就是所谓的灭天甲了。 他满意地站起身来走了几步,再次取出太后缩。 忽然想到,在炫吉仙镇天石的藏宝石里,他修炼了第一件物品,似乎有所感悟。 神异力和天火同时炼气,应该是一个好办法。 一团深紫色的天火悬在空中,李强用神异力包裹着太后缩,探进天火里。 太后缩顿时发出耀眼的金光,李强急速将神异力涌进缩体里。 这一次,神异力比原先有些不一样,似乎变得更加厉害,很快就将太后缩融化了。 李强心里狂喜,只要太后缩融化,他就有办法重新炼制了。 太后缩就像液体一般在天火里流动。 李强首先将蓝雨沙一颗一颗的射进液体里,连续投来十来颗后,太后缩的金光里开始夹杂着点点蓝色星芒。 李强最熟悉的是吸星剑,他不假思索地用吸星剑的修炼方式开始炼这起太后缩。 慢慢地,太后缩在天火里形成一团很浓密的雾气。 李强悄然收回天火,闭目用神异力操控太后缩。 修真界的宝气特点就是极其精致,极品的精致程度绝不下于仙气,只是没有仙气的威力大罢了。 仙人一般不会太执着于仙气的精美,大多看重的是实用。 而李强则不同,他从一开始修真加入的就是由炼气入修真的童玄派。 对于炼气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,所以太后缩不做到完美,他是绝不会罢首的。 随着修炼的加深,太后缩已经完全雾化。 李强乘机幻化出各种形态的玩意儿,最后才将太后缩重新凝结起来。 在一连串劈啪声中,太后缩落在李强的手中,太后缩的形态已经完全改变。 这个形状就连李强也没有想到,那是两片月牙状金色弯刀,背对背连接在一起。 光滑的金色表面上布着一丝丝极细的紫芒,幽兰的星点零散在其中,显得非常的神秘。 李强一见之下竟愣住了,怎么会变成这样? 最后,李强决定还是叫他太后缩,不管他变成什么形状,他永远都是自己得到了第一件仙气。 太后缩在李强心目中仅次于紫言心,对这样样宝物他都有很深的感情。 收回太后缩,李强刚一转身,就听扑的一声,晨雾弥漫开来。 只见整个洞穴的墙壁和地面已化为积粪,只有他站立出,完好无损。 方圆两尺外的地面都深深地陷了下去,刹那间,整个洞穴一片昏暗。 李强这才知道,自己修炼太后缩时,无意中毁掉了这个前人遗留下来的洞穴。 走出洞外,李强飞上崖顶,来到传颂镇边,发现赤明摩尊不见了。 只见崖顶上犹如经历的一场大战,地上是无数的裂痕碎石。 李强心里奇怪,赤明摩尊和谁在争斗? 他察觉到,赤明摩尊已经修复了传颂镇,心想,难道有修真者传颂过来,见到赤明摩尊? 他不由地紧张起来,这家伙可是大神魔,修真者根本就斗不过他,要是被他搞死几个,自己的罪孽就大了。 李强仰手发出一声长笑,笑声一起,整个哑顶都颤动起来,李强吓了一跳,立即停止笑声。 他发觉,自己的修为高了许多,心里不禁很得意。 等了很长时间,也不见赤明摩尊回来,李强走到传颂镇中,将仙石嵌入镇法,启动后立即查看定星盘。 他发现,离明星不算远,只要渡过另一个无人星球,就到了。 停下转动的镇法,他再次发笑。 不过,这一次,他将声音刻意压低了血,免得将牙顶震塌。 依旧不见赤明摩尊回来,李强发出了警告一位很浓的尖笑声,不一会儿从极远处响起一声沉闷的吼叫声。 只见赤明摩尊拖着长长的血雾从远处飞速而来,吼声刚一入耳,赤明摩尊就已靠近了。 这家伙的速度实在是快,连李强都看着心惊,要不是有魔镜控着他,自己还真没把握对付他。 李强一眼看见赤明摩尊身上缠着一条巨大的像蛇一样的怪物。 他惊讶地问道,"小明,你在干什么?"赤明摩尊咧着嘴,开心地笑着,"看见没有,这条鞭立最少也退过三百字皮,它已经有灵斩了,实在是难得的宝贝啊。 李强这才看清缠绕在他身上的鞭立,那是一条像蛇一样的生物,三角形的头上剩有两只红色的角,粗壮的身体上红黄两色交叉排列。 比较奇怪的是,他的腹部有一圈圈膝盘一样的玩意儿,李强现在见多识广,对鞭立的奇怪样子已经不觉得什么了。 李强似笑非笑地问道,"小明啊,这里怎么乱七八糟的,你在和谁打斗?" 赤明摩尊哪敢说是自己试图解开魔镜,他忙打岔道,"等我一下行不行啊,我需要时间修炼一下鞭立,这玩意儿的劲儿很大,缠着我怪难受的。 其实,他根本不在乎鞭立的缠绕,这样说只是为了转移李强的注意力。 李强左右看看,找了一块凸起的岩石坐下,伸手示意让赤明摩尊修炼。 他心里感到十分好奇,大神魔是如何修炼鞭立的,在这一届可是非常稀罕的事情。 赤明摩尊没想到李强这样好说话,他随手从身上抓起鞭立,得意地大笑道,"我的宝贝,你的运气来了!"鞭立像是察觉出什么似的,发出了尖利的孤瓜声。 赤明摩尊的双手上扶起一层青色的魔艳,他张口喷出一道赤红色的血液,鞭立被两种不同的力量笼罩着,开始慢慢地缩小。 李强似乎能感觉到鞭立的痛苦,不禁连连摇头。 他知道,被赤明摩尊修炼过的鞭立就变成了他的武器,而且是活着的武器。 他想阻止赤明摩尊的修炼,但是转连一想,又忍住了。 其实,自己对待这类生物的态度和赤明摩尊差不多,也是一样的残忍。 想到这里,他忍不住叹息,对赤明摩尊不绝地少了一份敌意,因为魔头的生存之道就是这样的。 五六米长的鞭立逐渐缩小,赤明摩尊飞出一只环形的红色圈,出手后化成直径三米左右的巨环,发出道道粉色的光滑,将鞭立吸了上去。 眼看着鞭立一圈圈地缠绕在上面,赤明摩尊得意地撵动手指,随着手指的敲击声,巨环逐渐缩小,鞭立也随着巨环的缩小而被压缩变小。 很快,巨环缩回原来的尺寸,赤明摩尊伸手接住。 赤明摩尊很轻易地就炼化了鞭立,这条鞭立被炼制成一个不大的手环。 李强伸手要过来查看,只见这只鞭立精致到了极点,由于保留了鞭立的圆形,每一处细节都是那样的完美。 李强觉得,这件由大神魔修炼的鞭立环应该可以算是魔宝了,他忍不住赞道。 想不到,小明也是炼气的宗师啊。 赤明摩尊差点被李强气得吐血,堂堂一个黑魔戒大神魔被他锁一句小明又一句小明地叫着。 不但很没有面子,而且被他叫得多了,连自己都快要忘记自己是黑魔戒的至尊了。 他万般无奈地说道,哎,老兄,帮个忙好吗?别再叫小明好不好?我求你了。 这只鞭立环送给你,还个叫法行吗? 他真不习惯求人,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人的话,打死他也不会这样说的。 李强嬉皮笑脸地说道,不得了了,送我魔宝,我可不敢要啊,万一被人误会我是魔头,可就惨喽。 你是贿赂我还是害我呀?不叫你小明,难道叫你老明吗?那不好听。 算了,还是叫你小明好了,你变成小男孩不就行呢? 他有意要打击赤明摩尊的气焰,所以才故意这样说。 赤明摩尊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,半晌,他有气无力地说道, 你才是大神摩,你,你比开皇摩尊还要可问言。 李强突然发现,赤明摩尊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可怕,他有点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也许是因为有魔尽加深的缘故吧。 他不理会赤明摩尊的话,走进传送镇说道,走了,我还要赶回灵明星。 赤明摩尊恨恨地跟了进去,嘴里还嘀嘀咕咕地咒骂着。 李强对于传送已经非常熟悉了,他带着赤明摩尊刚刚传送到一个新的星球,立即就被七八个修真者围住。 李强很意外地看着这些修真者,他上前友好的招呼道,你好,请问这是什么地方? 这是一群身穿深褐色袍服的修真者,为首的修真者身穿黑色的袍服。 他疑惑地问道,你们是从哪里传送过来的? 这里是野双楼的京石矿区,其他门派的修真者是不能到这里的。 奇怪了,你们怎么过来的? 李强现在对京石很敏感,他最想要的就是京石了。 还没有等他回答,赤明摩尊先发作了,他两眼放光,口水都忍不住流了出来,几乎是下意识地说道, 哎呦,我喜欢的,过来。 他手臂突然暴涨,一把掐住为首的黑衣修真者的脖颈,将他拖到自己身边。 边上的修真者同时惊叫,纷纷穿上战甲射出飞剑。 李强因为释出意外,没有来得及阻止,三道剑光,以电扇雷鸣般的射上身来。 李强大喝道,小明你敢! 他炙手抓向射来的飞剑。 知名摩尊听出李强非常生气,他犹豫了。 他现在确实有点怕李强,自从尝过魔镜的厉害后,他实在不愿意再来一次,但是他又舍不得每位大博的修真者。 看看手中的那个修真者,又看看李强,赤明摩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 除了射向李强的三道剑光,其余的飞剑都射向了赤明摩尊。 那些修真者的修为基本上都是原因气,对李强和赤明摩尊几乎没有任何威胁。 李强双手连抓三道剑光,落入他的手中。 赤明摩尊更加厉害,他根本就不理会射来的飞剑,任由飞剑穿身而过。 他礼着嘴,黑黑直笑,叫道,掉了,飞剑掉了。 飞剑穿过赤明摩尊的身体,就像是被污染了一样,剑光发出暗淡的赤红色光,立即就失去了控制。 叮当声中,纷纷掉落在地,那些修真者顿时慌作一团。 其中一个修真者发出一声报警长笑,另一个修真者大声喝道,后面快退。 李强心里苦笑,这场争斗实在是意外。 他对赤明摩尊喝道,放开他。 赤明摩尊恼怒道,你认识他吗?他和你有什么关系?我怕。 他实在有点舍不得到手的美味,那个修真者被赤明摩尊捏得浑身瘫软,根本就无力反抗。 他眼睁睁地盯着赤明摩尊,眼里满是绝望。 李强逼近一步,谈奶奶的,再不放手,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赤明摩尊气坏了,他吼道,我饿了。 听得人毛骨悚然,李强骂道,混蛋,你饿了我管不着,但是你绝对不能伤害他。 李强不想立即使用妻子先决,他知道,魔镜用得太频繁,总有一天会让他找到化解的途径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威胁利诱。 只要能控制他的行动,就算达到目的了。